大家好我是姚主我在新西兰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新西兰最受欢迎的职业和最近兴旺起来的职业 那大家猜猜最近新西兰最受欢迎的职业是什么呢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猜一下 其实呢是警察 就是近几年啊很多人都去申请就是当警察 因为当警察呢可能我觉得是比较 就是比较帅吧可能觉得比较帅 因为其实我觉得以前的人 尤其是奥克兰人会比较少 那警察可能他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 然后对警察的要求我印象中之前也听说过就特别的高 所以来新西兰看帅哥在哪 不要去什么酒吧呀啥的 你就去看警察堆里 警察个个都是就是他那个身高啊什么都是 长得又帅个子又高然后腿又长 那种真的都非常的帅这是以前 但现在呢我发现有很多 就是因为不同就是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了嘛 那不同种族的人肯定都得有 那您说这有有些国家啊 你要求他大高个他长腿 他们没有啊 所以呢后来他也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了 那但是整体来说呢 他还是有一定他的要求的 然后现在就是说如果你刚刚一个新入职的警察 就是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就是五万到六万的样子吧 然后呢如果要是做的比较久的这种警察的话 就是差不多是有十二万一年的年薪 这我说的呢都是新西兰远 对所以那就是乘以五左右吧 乘以五左右大家可以来算一下 就是最高拿到六七十万人民币吧 觉得也还好 只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尤其是小男孩吧 我觉得是不是小男孩小的时候都有那个长大了我要当警察的一个愿望啊 是吧 而且小的时候小朋友都特别怕警察 一说有警察来了就特别的害怕 所以我觉得警察的职业呢 他还是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而且是非常非常受到尊敬的 那接下来呢就说一些其他的比较受欢迎的职业 那还是那些大家之前都听说过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什么护士啊 然后还有大学老师啊 之前我都跟大家提过 然后还有呢就是呃就电工 对这种都是比较受欢迎的职业 那最近呢有一个受欢迎的职业呢 诶从以前不是特别受欢迎 排到了前十 是非现在就是前十受欢迎 那么是什么呢 是房产中介 那么其实呢近几年新西兰的房子啊 真的是涨价涨得特别的多 然后包括海外的移民过来之后 他的买房 然后包括呃这个全世界的情况 然后有一些新西兰人的回流 然后包括呃新西兰自己本身就是大家要换房啊 然后老房旧房 然后买不起房的那些人 呃提供了就是我们政府可能或者说开发商 他们提供了一些更加能够买得起的房子 所以就造成了买房的人其实是很多的 而且房子是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职业呢就变成了非常受欢迎的职业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可能你没有工资 但是你但凡你你卖了一套房可能就能挣个几千一万的哈 就具体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个细节啊 然后但是我知道就很多人呃 挣个几十万上百万新西兰员是我周围就有人是挣这么多的 而且呢包括上次我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就是有一个卖房中介的新西兰当地的一个老头 他的那个经历吗 他就是当可能在中介干了五六年吧 他现在一年好像是我印象中上次是说二百万吧 他去年好像是挣了二百万 新西兰员对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 就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就吸引来了很多人去申请 不是去申请对去这种房子中介去申请这个职位 当然新西兰的房子中介是需要持牌的 所以很多人都去考了这个房产中介的牌 当然如果你要是没有没有人脉 或者没有去努力肯定也是没有收获的 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很多人都去了 说他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呢 好像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火到 比如说以前的体育运动员 曾经的橄榄球队队员 TVNZ就新西兰当地电视台的之前的主持人明左 演泡沫剧的电视剧的 这些女演员全部纷纷去申请做房产中介了 不止如此啊 最关键的是以前的副总理也去当房产中介了 对 然后人家也去当房产中介了 当然就在新西兰可能当副总理也不算什么 但是毕竟是副总理啊 他也是这个名啊你知道吧 还有之前的这个议员他也去当那个房产中介了 所以就是说新西兰和中国觉得可能是非常像 就你要是说想在房产中介里面挣得更多的话 就是说这个呃这个工作里面挣得更多 可能更多是要去拿到你自己的客户 这所谓的客户就是说嗯是卖房子的人 对就他找你卖他的房子 那这边呢就是说有更多的应该是有更多的佣金和工资可以拿吧 应该说是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些名人呐 或者说之前比较成功就人事关系比较好的这种 他们就是说人脉特别广 所以我觉得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我有这个人脉 然后别人也是要找人就是朋友互相介绍 就是说谁有好的房产中介卖房子 如果比如说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然后呢我的人脉也不错 大家也不要认可我又考了是持牌的 我现在在工作中当中那肯定我觉得大家凭这个信任度就会找到我我来嘛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名人和这些呃电影明星的电视明星啊主持人呐 然后还有这个呃前退役的这些呃橄榄球明星啊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是去选择了房产中介吧 呃那如果如果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话 如果大家在新西兰大家都有持过牌吗 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或者说如果觉得现在这个职业比较香的话 你有没有动心去考这个房产中介的牌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拜拜